报告一下大家期待的一个好消息 国家药监局已经于12月30号 也就是昨天下午 准确地讲是昨天晚上 已经依法副条件批准了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公司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注册申请 12月31号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时飞 在发言时 首先向与会记者宣布了这一消息 陈时飞表示 经过一系列严格审查 审评核查检验和数据分析后 综合认为 国药中生北京公司的新冠病毒 灭活疫苗已知和潜在的获益 大于已知和潜在的风险 完全达到了预设的 副条件上市标准要求 到目前已经批准了14个疫苗 进入临床试验 其中5个正在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包括刚刚宣布的国药中生 北京公司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还有一批 除在临床前研究阶段的 疫苗和药品正在加速的推进 近期 有关新冠肺炎疫苗价格的话题 受到公众广泛关注 对此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科研公关组疫苗研发专班负责人 曾一新回应称 疫苗属于公共产品 为全民免费提供是大前提 这个疫苗的基本定义 基本属性 它是一个公共产品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价格 刚才讲了 它可能是一个变化的情况 根据使用规模的这个大小 会有所变化 这是一个大前提 肯定是为全民免费提供 我想这是一个大前提 我们将开展第一步 高风险人群 重点人群 第二步 高危人群 第三步 全人群的角度 随着这个的推开 那么成本 又会得到大幅度的下降 无论怎么样 我们坚信 新冠肺炎 新冠病毒疫苗的价格 一定是在老百姓 可接受的范围里 曾一新介绍 随着疫苗批准 副条件上市 特别是随着生产 供应保障能力的逐步提升 中国将全面有序地推进 老年人 有基础疾病的 高危人群接种 后续再开展 其他普通人群的接种 目前我国的 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 已经制定了一个 统一的接种方案 我们将通过 有序开展接种 符合条件的群众 都能够实现 应节进节 逐步在全人群 构筑起免疫屏障 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 使新冠肺炎疫情 能够得到彻底的控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